裝寬體撞牆會比較強嗎? 應該是色格 會嗎? 喔 轉過來了 OKOK 喔 車頭有空好 不會是 我跑過一場之後 這個 對路線的掌控會精準 哇 歪了 感覺就會 我感覺是有可能 這個彎會爆 剛剛爆的是這個彎嗎? 在這裡 剛剛爆掉的是這個彎 這個彎車子會跳起來 有可能車會spin 對 OK 等一下UIC 重新賽道好跑嗎? 算好跑吧 而且好玩 挺好玩 這很漂亮 點過來 OK 一圈比第二圈 比第一圈更好 我們轉綠 OK 點過來 點過來 看一下手殺 哇 又斷牌了 剛剛那邊很容易斷 OK 這裡很危險 我剛剛先把車頭拉回這裡 就感覺好像車子要爆掉的感覺 轉綠 YC 重現 沒問題 聽說未來會出台灣限定賽道 沒有辦法跑啦 路那麼癲 那麼多圍艇 坑坑巴巴的 路上是水溝蓋 對不對 腳像車還會有人衝出來 來啦 不要亂講話 好好開我們的車 好好開我們的車 這裡回溯 這車香啊 YC 然後 這裡這個 這個彎好像是我 阿 唯一比較會放油的彎 其他我很少會放油 OK 哇 車真的穩欸 天啊 這車真的穩欸 YC 然後這裡先進去一段 二拉手殺 再拉一次 OK 然後輕點手殺 拉過來 第一圈這裡外飄了 第二圈 大家提前拉進去 這樣這個彎出彎會好一點 這車也很適合空拉手殺 然後讓車子維持在一定的 這個過彎的弧度 就不會讓自己的車子 吃這麼 就角度吃這麼進去 哇 這裡 拉太多 爆掉了 不過還好 喔 像這樣子 我說的這個操作 就是你過彎的時候 你都不要按方向鍵 然後你就 直拉手殺 讓他車的角度啊 不會維持在 就不會往內打太多 然後你就很好去控制 你的摔位角度 它有點像是 你把方向盤 就是放著的時候 你單純踩煞車 靠後輪的滑動 去讓你的角度往內吃 這個遊戲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反打方向盤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它不太需要 你這麼大量的 往內點或往外點 它就自己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角度 它算是有點補正機制吧 蛤 你們說這個車 下一個賽季 車就會不穩了是不是 它有一種魔力 車子剛出的時候都特別穩 是不是 但是下一個賽季之後 車子就可能 是需要保養了 要進場維修一下 了解了解 車子開久也是需要維修的 是AYC 跑這樣 是熟悉的 這車的彎速實在是太快了 真的香啊 天啊 車子居然往內自己跳了一下 我剛剛沒有點那麼大力的手 AYC 車還挺穩的 再點一下AYC 這車也是綠飄神車的感覺 跑起來怎麼那麼爽 第二圈路線小炸 但是這關其實沒有慢 這樣子過說不定還比較快 輕點一下手殺 把車子打進去之後 直接拉回來 然後我車子有點不穩定的跳動啊 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車架還沒改滿 這車真的跳動啊 車架改滿之後會改善非常多 再加上這個車現在是滿改的 衝線 衝線 再跑幾場吧 我們再跑幾場 然後試一下那個 這個車 跟一階的超多少 等主播下播換我去抽我的五階 沒有問題 抽起來 可是這車 抽五階還挺值得 但我還不知道實際上到底差多少 那我等一下來體驗一下 P1沒錯 這車是P1 輕點一下手殺 這車的穩定性還是太夠了 好 橫轉率 然後這裡提前 提前轉 再點一下手殺 再點一下手殺 哇賽 這兩個彎 太讚了吧 太穩啦 直接有點吵 不會就算了 然後這裡要再拉一下手殺 因為我這車是滿改的 但他這個出彎速度也太強了吧 他這個出彎速度我完全沒有在放油修正 他這個出彎速度我完全沒有在放油修正 這裡有點太貪速度 不過就算了 這裡又撞一下 因為我懶得再放油 撞一下可能會壞一點 正常的情況下 最好是不要撞 但我已經確定要撞了 我就不再放油了 因為再放油的話 他會比撞到再更慢 就是這個遊戲機制的問題 我有時候看你很快速的點二次手殺 但你自己試沒什麼感覺 那我就按照你自己的操作吧 我這樣講好了 基本上 二手殺打進去的角度 跟車速會相對性再更快一點 然後第二個點 你在打進去的時候 因為拉手殺會降速 所以你在打進去的時候 尤其是當你是弄廢跑法的時候 這樣子的操作會快一點 因為你先第一次手殺是為了讓你的車身打 這樣子講你應該比較明白一點 問一個問題 邁阿倫P1已經一階 還有320券怎麼處 看你缺不缺性能組的車啊 缺的話就換羅馬 不缺的話 你還會抽的話 那你就換兩階 是兩階的效果 體感很大 但你也要有資源養羅馬 二拉手殺 這就是我說的那個 我如果這樣拉手殺的話 唉 把這車吃草皮 好像 稍微有點滑 OK 但回到柏油路上的時候就很穩 這裡可以轉 哇 這裡 兩百轉過 我的天哪 這個轉向 很有料啊 轉綠一下 AYC 來點起來 大手殺 他那個轉向也太強了吧 這個圖 這個前面是有要 有要大甩的嗎 還是終點 啊 這是有要甩的 哇 這錄完點偏了一點點 小可惜 還好車子沒爆 剛剛手殺車拉得有點早 時間再晚一點會更好 屁啦 剛剛拉得超好的好不好 哈哈哈哈 會不會開車啊 對經理 OK 兩百轉向 給力 好 我要來試一下 麥文P1 一階呢 跟滿階到底差多少 喔 來試一下 作為今天的ending 這是我之前GT跑的 那我們剛跑的成績是1分37秒099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不要那麼挑剔 基本上我們剛剛那個還是算說還是有點失誤 就跑一個比較基準的值就好 看一下實際上這樣跑出來 在這張圖算中長度的地圖 然後他綜合性能 有直線也有彎道 有低速彎也有高速彎 然後看一下 整體跑下來在1分30多秒的地圖 這張賽道會差多少 剛講就沒過好 尷尬 我來看一下 好長好的 這彎過來沒問題 出彎很快 然後慢慢點慢慢點 過來之後這個彎也是 降到140左右 除彎不速 這彎慢了 但點點點點都沒有關係 路線沒爆 然後再拉手殺 貼進去 貼不進去 這樣的話大概慢了0.3秒左右 沒關係 這個彎 這個彎抓回來 這個彎跑得不錯 進彎拉手殺140 鬆了一點點油不要撞到 OK 這裡再拉手殺120 130 AYC 這一場應該可以拿來當技主 在我 風靈比較大失誤的話 等一下AYC 看一下究竟會差多少吧 這彎抓住 然後前面那個彎的話 我們也是稍微 手殺洗飄 然後蹭一下 畢竟我們要測速度 那一場也是用蹭的 走過來 然後沒有滿改的話提速沒那麼快 其實跑起來就相對性穩很快 看一下整體差了 WOW 誰說這個邁阿倫P1 二三四五階 差距不大的 差了三秒啊 在每一階還是有接近一秒的提升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說 邁阿倫P1抽了沒提升 我覺得這個遊戲ECU 帶給它的速度加成的提升 還是相對有感 而且這個P1啊 那 跑起來成長上去之後 跑起來的手感也是相當不錯的 雖然一階也好跑 我覺得都好跑 所以如果你想抽的話 不用去考慮這個 當然0階一階 它就很好開了 所以就是看個人CP值 每個人心中的CP值不太一樣 我們看到我們的影片 這邊請看看 我們來看 我們走起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